27岁的陈小姐因饿面骨发育异常 呼吸道狭窄且鼻中隔弯曲 常引发鼻过敏睡眠呼吸中止症 由于上下饿咬喝差距太大 外观也大受影响 这些因素都让陈小姐丧失自信 并严重影响生活品质 其实我基本上我在冬天的时候 是根本就很难入睡 因为我的呼吸道是狭窄的 那如果我比过敏严重的话 那其实很容易去引发我的那个支气管炎 对 然后所以其实晚上常常是没有办法好好睡觉的 陈小姐接受正二手术 辅助3D列印评估 现在已经解决呼吸道狭窄 上下饿问题 睡眠状况也大为改善 这位陈小姐她主要的问题是在下饿的发育不足 然后上饿骨的这个齿槽骨的发育是过剩 所以让她看起来从脸部侧面看起来是一个比较中脸部前凸 下脸部后缩的一个现象 那这样子当然会影响到脸部的外观 除此之外她也因为上下饿骨发育的一个不协调 而会影响到她咬喝的功能跟发音的功能 一是进行正二手术时 如果搭配3D列印技术 有助缩减患者术后复原时间 手术精准度也大为提升 传统的话当然也不是说不可以 但是有了3D的计划以后跟协助以后 它尤其是当我们下饿要往前拉的时候 到底要拉多少 我在电脑里面可以算得很精准 而且可以透过这个手术的辅具来在开刀的时候 我就是把这个辅具放进去 我要往前移动多少就可以移动多少 可以很精准 而且手术时间可以明显的缩短 医师提醒 面额骨一旦出现异常 可能影响吃东西 说话发音 连睡眠也会受干扰 民众若有这样的困扰 及早就医 请医师进一步评估 以拟定正确治疗策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